我們示範的是骨盆底肌肉 下肢和腹部一起的訓練 這個運動亦可以幫助媽媽的腰椎放鬆 首先我們找一個小的球或枕頭 放在膝蓋的中間 輕輕夾著 盆骨慢慢向後轉 首先將臀部隔起 然後腰椎一折一折向上 到這個位置 吸一口氣 呼氣收腹 將中背下背一折一折 慢慢逐折下來 臀部下來是最後的 放鬆 做六至八次為之一組 接著我們示範的是一個全身性的運動 可以讓媽媽做一個全身的訓練 訓練上肢、下肢、腹部 亦可以和嬰兒有親子的運動 首先我們請媽媽打開腳 少許闊骨 將嬰兒放在身前 手肘90度就可以了 然後慢慢向後坐 好像坐在椅子上 保持腰背挺直 還有少許收腹 吸氣 然後呼氣 上來 挺直 再來 吸氣下去 肚子要收縮 然後呼氣 腰也不要過分向前咬 再來吸氣 期間可以和嬰兒有些互動 呼氣上來 如是者我們做十次左右為之一組 吸氣 呼氣 可以訓練上肢和下肢 和腹部一齊 接下來我們示範的是 鍛鍊媽媽的腹斜肌的肌肉 因為生了嬰兒之後 我們儘量都不會做太多捲腹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橡筋帶幫幫手 可以坐在健身球或者坐在椅子上穩定就可以了 然後將橡筋放在固定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固定橡筋帶 繞個圈 然後手拿著就可以了 放在胸口前面伸直隻手 腰背挺直 肚子少收住 吸氣準備 呼氣轉過來 吸 呼氣收腹 呼 呼 做的期間覺得腹部是要收緊的 如果可以的話 再收到骨盆底肌肉會更加理想 我們做大概十下左右就為之一組 然後再做另一邊